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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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丁姐妹 今天和大家看《王记霞》 十四章一到二十二节 是讲关于阿玛謝的故事 阿玛謝的爸爸就是约亚斯 当他见到他爸爸晚年 后来被他神仆杀死 阿玛謝职位的时候是二十五岁 所以他看到他爸爸晚年的遭遇 是被群神杀死之后 所以他登基 当他各位稳固之后 他就把他爸爸的神仆处死 圣经记载他也是挺遵行神的话语 所以不是一种泄分 而是一种秉公扮理 这样就把他的群神杀死 好了 他也可以说是行了神的道中 因此神很恩待他 当他和周围的轮角战争的时候 包括和以东人 西乙人打仗的时候 神给他一个战胜的恩典和能力 但有一件事是莫名其妙的 他将以东人打败之后 将以东人的神仲搬回耶路撒冷 当他搬回来之后 不知道为何 他还对那个神仲有兴趣 将他用来敬拜 这件事令到很多时候 我们看圣经有些莫名其妙 明明耶路说 神帮助你战争、胜利、胜过以东人 为何还将神像拿回自己来拜呢 白许的神像是一个艺术品 白许的神像是一个很贵重的物品 但无论如何 可能那个神像也挺吸引他 令他爱不释手 甚至乎他以为可以带来幸运 信景 或者是他心中所期盼一切好的东西 总而言之一个这样的神像 令他受了迷惑 因此他的仇苦就增加 今天我相信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中间 特别是信了自之后的生命的路程中间 我们会不会除了耶和华神之外 除了耶稣之外 我们会有其他一些希望、想法 甚至乎在这个陈世中间 世界里面一些潮流、一些思想 我们以为那些东西可以带给我们 有真正的平安、喜乐、盼望 而一个基督徒真正内心里面有的 希望、喜乐、或者是平安、永恒的盼望 是只有耶稣才可以给我们的 但是除了这些之外 有其他东西 我们追求、希望这样能够成全的话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我曾经跟你特兴之妹有时聊天 我说在我们很多中国人的家里面 都放了三只公仔是艺术品 三只公仔的名字叫福、六、秀 他未必是放在神台上 只是放在你的窗簇中间做个装饰品 但如果你将长寿、将你升官 将你的财富、视为能够带给你真正的喜乐 平安、满足、盼望的话 这些艺术品就会成为你心中一种的形象 期盼 而这些期盼只有神才可以给你 你以别的来代替了 诗篇第十六篇第四节就说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仇苦就别家增 所以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的核心、我们的中心、我们的目标 永恒的目标 只有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基督 除此之外 你有别的事 不要说代替 朕书父与神同等 祂也挺重要的 如果祂也挺重要的 这件事可能会成为一个物品 一个思想、一个理念 这样不是神的主意 所以说这件事不会带给你有幸福 也不会带给你有真正的平安喜乐 祂会带来的只是受苦 所以从阿玛姐的身上可以看到 祂二十五岁登基 在作王二十九年里面 祂到晚年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 如果不是神自己为祂名保守大位的家族 我相信由大国已经差不多玩完了 今天在我们的人生中间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要获得真正的喜乐平安 你只有专心依赖耶和华 如果你依靠自己的聪明 希望有一些理念 有一些理想 可以带给你生活上 能够更丰盛 我不知道 这是否你人生唯一的目标 耶稣基督说 我来是要人得生命 并且要我们活得更丰盛 这是指有永恒的生命 不是单单地上的生命 所以求主给我们 从阿玛姐这个人的身上 可以学到看到 一个人不可以在信仰上 特别基督徒 随随便便以别的来代替耶和华 否则你的仇苦之后增加 求主赐给我们 有个真正阳望祂的心 有个老相信 我们的帮助 是重造天地的耶和华 其他所有受造之物 被造之物 甚至乎无论任何一些理念 如果和圣经的真理 和耶稣基督并且钉十字架的真理 和道路真理 生命的真理 是有违背的话 这件事值得我们要很谨慎 免得我们重蹈阿玛姐的福祉 求主赐福给我们 做一个一生跟随神的人 愿主赐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